各位鄉親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市在地新聞 我是齊瑩議員 台北市中山區發生嚴重的港版議員 這個台北有一個工地 造成工地旁邊的人家住 二樓變一樓 一樓變地下 是今天再去避充影響大樓 今天更大到第七棟 上次這行請拼酸跟人說 拼酸 好 主播各位委員總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房屋 傾斜甚至是塌陷 現場可以看到相關的工作人員 都還有機具在搶修當中 那麼目前受到影響的房屋 也來到了七棟 比起昨天晚上事發 當下到現在這事態 似乎有擴大的趨勢 那麼這整起案件 最為人詬病的就是 住戶就反映了 其實在今年的二三月 就已經發現房屋有問題 出現了均裂 牆壁裂 瓷磚 剝落 甚至是天花板 還有漏水等等的情形 所以在今年四五月的時候 就已經向臺北市府來呈勤 不過當時得到的公文卻是說 標的並沒有安全疑慮 允許繼續洞溝 讓住戶痛批說 當時就應該發現會有問題 才不會導致現在房子 甚至是塌陷 那麼近晚處處長 在今天早上的時候就回憶 說因為當時接到呈勤的地方 離施工的地方比較遠 而且正式開挖之後 也再沒有受到呈勤 不過這個說法讓住戶還有議員 都沒有辦法接受 那麼目前住戶最擔心 也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他們 現在無家可歸 後續該如何補償呢 台北市長蔣萬安就說了 後續會再協助住戶來進行相關的求償作業 不過最首要的地方就是要先關心說這些房子 是不是還有安全疑慮 那麼目前協助疏散跟安置的住戶 一共是有300多人 受到影響的防護也來到了第七棟 後續事態會不會再繼續擴大 我們也會隨時的為您掌握 以上現場最新 先把時間盡頭交換捧內 好 好 感谢观看